三十天教你学会鼓针 我是鼓针老师温馨 今天是学习鼓针的第十九天 我们今天来学习鼓针指法 发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音的唱名是发 我们知道在鼓针里面是没有发根息的 因为鼓针是五声音间 只有do re mi so la 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鼓针指法发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所有的发都是在咪弦上来弹奏的 首先我们的左手还是要放到我们的咪弦上 距离我们的琴码是一眨的距离 把你的大指打开 不要离得太近也不要离得太远 这样会没有声音 我们右手还是弹我们的咪 首先先把我们的左手按下去 使指针指无名指 然后用手来弹一下 这样一个发音就出来了 以上就是鼓针指法发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下一个视频带大家讲解鼓针指法西 好朋友 谢谢大家 至少